这题和同学看不懂句子来看啊 他说We should never 叫我们应该从步 就是我们应该从来从步什么呢 什么 填下面这动词的短语呢 till tomorrow 直到明天 然后来了一个名词应从句 what we can do today 叫今天我们所做 那么 ABCD是个选项 put on 表示穿上衣服这个动作 put off 什么意思 叫做推迟和推延 C选项叫give up 叫做放弃 give away 叫做给别人 给出了 表示一种什么 表示一种捐赠 同学们 那么你看同学们 这个题的难点在于 till tomorrow 在这呢 是所谓的时间 往往我们把它放在句尾啊 但是在中间这么一弄 人晕了 如果现在你把tomorrow till tomorrow 当时间状态放在句尾的话 你会独熟了 叫做什么呀 我们应该从来都不 什么 都不什么 都不什么 我们今天能做的直到明 直到明天 同学们 那你说选啥呀 我觉得这个事已经非常清楚了啊 根据这个语序 ABCD是个选项 put off叫穿上 put off叫什么 叫推迟 推延 C选项叫放弃 是不是 然后第一选项是什么 叫捐赠和给出 同学们 这是什么 我们今天能做就做 不要什么 不要到什么明天呀 不要到什么明天 同学们 留言区告诉我啊 你说to tomorrow 在这 什么了 位置放在中间 给同学们搞迷了 他就说为什么看不懂 其实他可以放在句尾 而这个动词 他的避音语就是 what we can do today 这个时间 啊 这这这这个名词 名词应从句 作为他的避音语 to tomorrow 只是放在中间了 告诉我 选啥吧 对啊 好